深圳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时刻上演着它的活力巨变 邻里的高楼间 穿梭的车流里 一抹亮色从街头急速驶来 此刻或许他们正匆匆赶往现场 或许已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这时让出一条安全通道 是我们最大的理解与支持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印象中 消防员总是无所不能 他们高空飞跃徒手攀爬 从天而降将受困者带离险境 他们冲入滚滚浓烟 用双手扼住烈火的喉咙 托起无数生命的希望 这是我们熟知的他们 但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 他们也是一群平凡的人 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 做着同样的事 这里是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 一支基层队伍 凌晨五点多 当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时 军营里急促地起床哨打破宁静 一跃而起迅速整装完毕 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 开始新的一天 消防车的维护保养工作 早已融入他们的日常 认真检查每一处设备细节 以最佳状态 确保随时可以出发 训练场是每个消防战士 最熟悉的地方 这里的每个器材上都刻着他们 进步的痕迹 在这里 他们认真完成每一项训练 努力去适应在复杂 多变和危险的环境中 进行灭火战斗的需要 有时千百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只为出战那一刻 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完成任务 风雨无阻的实战操练 这是他们的一天 也是他们的三百六十五天 走下严格的训练场 他们暂时忘掉苦累 一顿营养的午餐 让他们疲惫的身体 再次充满能量 一段修整后 他们接受更专业的理论知识 学习去吸收 精通各种消防业务理论 和灭火技术 战术 训练之余 打球 运动 聊人生 聊梦想 片刻静谧的休息时光 他们释放天性 心力无间 在笑闹较劲中 彻底放松身心 这一刻 他们是战友 更是兄弟 敬请的号令响起 突发任务来临时 他们行动有力 分秒必争 这一刻 时间就是生命 他们时刻在准备着 当一身荣耀 归于一片赤城 当一份坚守 化为一个信念 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 又是一群不平凡的人 他们用每一天的行动 守护着人民的幸福 用每一天的坚守 驻守着城市的安宁 他们是这座城市背后的 平凡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